我們其實是一個滿感行動的組織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其實沒有準備好 但我們就覺得反正就實實看再說 因為你沒有事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自己想像的跟現實是不是真的 OnePorty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針對的是在台灣的東南亞外籍勞工 協助這一些移工 在台灣可以有更多的管道去學習他有用的知識 然後也讓他們更容易地適應台灣的生活 另外我們讓台灣人去更知道這一些移工背後的故事 我在有一次在菲律賓旅行的時候 偶然聽到很多當地的菲律賓朋友說 他的很多親戚在台灣 因為這樣子我才知道說 原來台灣其實有很多菲律賓的移工在這裡工作 而且不只菲律賓還有其他很多的國家 他們是一群我以前不太知道的一個族群 但是其實就在我們生活周邊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我到底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其實在OnePorty現在在做的事之前 其實嘗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一直到後來我有一個機會去當一些印尼移工的中文老師 有一次我記得是剛過完年 我就請每一個學生上台分享他們的新年新願望 超過一半都站上台來分享說 我想要在台灣很努力存錢回去開一家店 但是那個時候全台灣沒有人在教這些移工怎麼開店 我突然連結到說我自己以前也是親完畢業 搞不好我可以來試著教他們一些怎麼樣開店的課 所以就有了移工商學院這個計畫的想法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會是 就是要一直去感受或者是確定我們在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那時候的計畫叫做Migrant for Migrant 可是我們忽略到就是移工是沒有辦法連續放假的 所以導致到最後可能中間加入的人就會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因為他們沒有去銜接到之前的 所以最後甚至是就是老師的人數比學生人數還要多 因為他們就會不太想要繼續 那時候其實蠻沮喪吧 那很幸運的是那時候我們剛好去了一趟印尼做田野調查 然後去拜訪一些曾經來台灣或是到其他國家工作 然後現在已經回去他們國家家鄉的那些移工 然後他們就跟我們分享他們在家鄉遇到的困難 對所以又透過那次田野調查我們有點去找回 當初為什麼我們要創立的那個初衷 學生給我們的回饋然後還有田野調查之後 所以我們又重新去設計了新的課程 就叫移工人生學校 教了中文課還有英文課 然後再來就是開店的課程然後還有個人理財 做的過程中就會發現他們就會給我們一些回饋 我們就會開始去修改我們的計畫 或是增加我們的計畫 以前我們移工的學生回去真的有人開了衣服店 他回去半年他的衣服店就生意太好就做到半夜 聽到這個消息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看到他就真的回去然後有了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店越來越大 收入越來越穩定就會很開心 這是我們每一個月都會辦一次的活動 目的是讓台灣人跟這些移工有機會聚在一起 然後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一起我們有主辦的派對 然後我們也會一起出去野餐 我們會一起去小旅行 像台北就有很多所謂東南亞移工假日的聚落 讓移工反而變成導遊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說是 更進一步去理解這些移工在台灣的生活 也會更能同理他們在這裡的遇到的處境 我覺得要當一個好的探索者 基本上你要對很多事情有好奇 所以對我們來說 東南亞移工就是我們會好奇的一群人 我們會好奇他的生活 他以後的夢想 因為好奇你才會找到說你在裡面你可以做的事 組織的使命是 讓每一個移工的旅程 就是讓每一個移工的旅程 旅程分成來台灣前 然後在台灣 以及他回去之後的生活的旅程 就是他旅程是值得的 就要出來工作不只是賺錢 他更是會empower他自己 然後他的故事也可以去inspire更多的台灣人 這是我們的DFC故事 那你的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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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